十字路口一名男子趴在地上 前一刻他才被停在前方的休旅车一面撞上 好心路人见他被装不起 着急的询问他的伤势 但此时他却在玩手机 众人怎么问他充耳不闻 最后在路人连番追问下 他才终于开口 低头滑手机还说是为了想要分散疼痛的注意力 实在太夸张 其实被车撞当时他也是在滑手机 不知不觉还闯了红灯 男子送医后并无大碍 但因为是自己滑手机才被撞 警方判定医药费得自付 还得赔给休旅车车主修缮费 替自己的不法行为付出代价 记者综合报道